如果你没有尝试过去了解剧本,又怎算看了一场电影呢? 大家好,很久没见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剧本是《芬蘭故事》《Marriage Story》 或者看过这部电影的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觉得你的故事一般般都是一些大老东西 但是不知为什么又觉得挺好看,挺感人 如果说到故事的结构 可能会觉得,不是又是将离婚会经历的东西插一叠 好像没什么难度 也看不出故事的脉络,到底是怎么走下去 但事实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其实天剧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将男主角Charlie的自大和威权拿走 我们一开始就看到Charlie的形象是来自于Nikko 在生活上对她的印象 而电影里面他们仅有演出的共同生活 Charlie也是表现得很有自信 以及处于一个领袖的位置 相反,Nikko是要去问Charlie的意见 例如,决定去LA拍剧的Nikko 仍然会问Charlie到底去LA是否一个好的决定 直至Nikko将未婚的律师信交给Charlie 编剧激到Charlie的行动终于开始了 Charlie她接了这封信的时候 仍然觉得自己是可以处理得到 没有什么需要担心 后来她的第一个律师Jerry 告诉她知道,如果不着底用下三尖的手段 去妖怪Nikko作为妈妈的角色 那儿子的监务权就一定会输 但Charlie不信 你都觉得还有大把时间 决定去慢慢找第二个律师 在这里Charlie抵抗了编剧一次 但接着来,编剧开始下重药了 Nikko的律师Nora在这个时候打给Charlie 叫她快点去找律师 如果不是法庭会把监务权 甚至更多的东西全部判掉 Nikko 在这个时候Charlie终于开始会担心 知道要快点去处理 然后才去找律师 而在这个时候Charlie的威权 终于受到打击 接着她找到第二个律师Bird Bird是一个离过分三次的老人家 和Jerry相反 她提醒Charlie和解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 凭是利用律师的关怀 令到男主角突显了她的弱势的一面 到了参方律师和谈那天 Nora向Charlie和追猛打 Charlie完全没有反击之力 Charlie的强势完全崩塌 在中间和谈暂停的时候 Bird拉向Charlie入房谈 Bird提醒Charlie 要避免打官司欠监护拳 Charlie知道自己在输 亦决定死都要欠 编剧在这里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Charlie其实是智商矛盾 因为她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儿子好 所以她才让Nikko和儿子一起住在纽约 正当想着Charlie放弃之際 却竟然在和解当日 找了Jerry来 意味着Charlie终于不和解 在这里Charlie想拿回主导的权力 同时也象征了一种 私家在女主角Nikko身上的 意识形态上的暴力 因为Jerry抵挥过Nikko 而当时Charlie不认同Jerry才选择Bird 但可悲的是 Charlie越是想拿回话语权 在法庭上她依然失去了话语权 因为她将这个权力养给Jerry 我们看到Jerry和Nora在法庭上 互相妖魔化对方 而发展的方向依旧是不如她所料的 法庭判了Nikko暂时胜数 要看完评估专员在家访之后 才再决定会不会改判 虽然Charlie大事容易去 但Nikko反而想和解 因为她不想影响儿子那么多 但在这场戏我们看到 Charlie为了重拾她的权力 由她的座姿和神情 都在向Nikko 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过程中Nikko是想说道理的 但Charlie不停地把自己的观点 强加在Nikko之上 甚至她不明白 为什么Nikko一定要去LA住 由雪梨慢慢演变成冲突 Charlie本来已经极极可危的自信 逐渐变成无理取闹 甚至不惜去人身攻击Nikko 来挽回劣勢 甚至她说想Nikko去死 但是当话语一出的时候 她就崩溃了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 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写得很好 还记不记得在电影的开头 Nikko说过Charlie的父亲 其实是一个会与走家暴的人 在这里正正解释到 Charlie为什么对Nikko大骂之后 会显得那么后悔 是因为她想起了她过往的家庭阴影 我们看到她抱着头 抱着耳朵 跪下缩一团 就好像一个活在阴影之下的小孩 她成为了她最痛恨 亦都最害怕的父亲 而Nikko看到她这样的样子 或者都知道她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亦都上前安慰了她 互相道歉 你以为编剧在这个位置就会收手? 那就错了 在评估完家访的时候 编剧更加安排 Charlie很乱晋地照顾个儿子 而Charlie的新区和自大也一起来推倒 而来到最后 被编剧年婚激怒的Charlie 终于放下身段搬去LA 或者你会觉得奇怪 其实都来了分 就可以继续留在纽约 为什么要搬去 初初死都不肯搬去LA 这个正正都看到Charlie的转变 她这样做 不再是因为想赢官司 或者要奪回她的威权 而是为了争取多些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究竟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什么呢? 在故事的最尾 Charlie去了LA探Niko的时候 Charlie发现了Niko当日不肯读的信 昔日的她 从来都没有站在Niko的角度去想事情 只是想自己 现在放下自大的她 才发觉原来Niko的这封信 是多么有重量 或者当日Niko之所以死都不肯读这封信 是因为有些说话 是曾经爱得越深 就越难说得出口 就算爱你已经没意义 但是今生我仍然会爱你 这句说话令Charlie 终于感受到Niko对她的包容 和对她的爱 最后这个位置 是Niko叫停Charlie 她没有说多余的话 只是默默帮她绑好鞋带 在边面上两个人 就像这条鞋底的两端 那样分开了 但是Niko最后都愿意 主动把她绑好 天气大可以写Charlie 一个人读识离去 从此孤独地过活 但是她安排Niko帮她绑鞋带 最后Charlie又抱着个儿子离开 就是想说一样东西 只要有爱 人才真正地活着 否则就只有孤独 婚姻虽然有苦 就算真的无可奈何要结束 都不要紧要 最重要是不要忘记爱 好了 看完这个剧本 原来如果 只是看着故事表现的起承转合 按下这个故事 是会很单调平乏 但是当简单的切入点去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原来编剧想做的 并不是想扭桥 拿到出神一霸 而是藉着Charlie 和Niko的婚姻 藉着敲碎Charlie的自尊 和自我 来告诉观众 Do not forget to love 我觉得这个剧本是做得很好 而且很难写得这么好看的 因为关于爱的议题 实在是太阔 太抽象了 但是他又很成功地说到给我们知道 编剧到底想说些什么 表达些什么 而每一段的情节 都是围绕着这个主旨 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首尾呼应 所以我在这里 都向没看过这部戏的人 强烈推介这部作品